闖入看似民宅的地方 地毯式扫荡 这里不是加萨 而是约旦河西岸 上个周末 以军以反恐为由 对努尔沙姆斯难民营发动大规模行动 结果造成14人丧命 还包含孩童 不止如此 以色列的囤坑者以及军人 还和巴勒斯坦平民爆发零星冲突 有一名救护车驾驶当场丧命 另外还有在西伯伦的检查上 以军宣称有两名巴勒斯坦人 试图要行刺IDF士兵 以军直接开枪将人给击毙 零星的冲突升温 也让约旦河西岸近半年来 就多达500人死亡 安全情势更加恶化 另外以军在加萨南部的战火煤停 还传出攻进拉法 造成一名孕妇以及丈夫大女儿都死亡 救护人员紧急进行剖妇产 接生出一名女婴 但是孩子一出生就沦为孤儿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与武装分子巷弄监机战 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周六曝光一段新影像 后枪时代突袭约旦河西岸城市图卡门 这波行动造成当地至少14人不幸身亡 以色列军方近期不断扫荡西岸 不过当地时间21号 却经常遭到突袭 两名巴勒斯坦人 试图突袭以军士兵 路透社报道 以军实弹反击 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当场死亡 巴勒斯坦当局对此尚未做出回应 但就怕冲突刺激以军 扩大对西岸城市的行动 酿成更严重伤亡 继续带你来看僵持不下的乙哈冲突 现在随着乙军战时的撤出加萨 有了新的变化 许多逃难的加萨民众 急着徒步往北返回家乡 可是大批的人朝最后还是受到乙军的阻挡 刚过去的一个周末 乙军又轰炸加萨市东部 造成29人死亡 巴勒斯坦军民丧生人数 已经逼近34000人 世卫组织证实 加萨走廊现存的医疗量能跟建筑 根本没有办法应付难民的需求 而乙军如果攻击拉法 也将让难民们退无可退 相依为命的瘦小驢子 载着景圣的家当 曾经逃难的大批巴勒斯坦民众 沿着滨海大道拉西德公路 已经接近努塞拉特 这里距离加萨南部景盛的避难地点拉法市 大约26公里 但距离北部加萨市只剩10公里了 刚过去的周末 加萨海岸出现大批北返人潮 战争还没有胜利 开斋节也气气惨惨地过完了 巴勒斯坦人口中的占领者首脑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坚持撤军是战时 攻击拉法是必然 那么待在南方也不安全 打批巴勒斯坦民众 趁着乙军休整撤出 堵下去抓准时机回家看看 他们的目的地加萨市 周末才遭乙军轰炸 加萨市东部的社区达拉节 一栋公寓被炸毁 塔巴提币家族的人们 等不到亲友回来探望 29人不幸罹难 并有数十人受伤 乙军早把加萨土地 当成自己家 三月初就在这附近 行建横灌加萨的 749号高速公路 把加萨北部与中南部分开 想回家看看还得恳求以色列人准许 数十年来无论在加萨走廊回约旦河西岸 巴勒斯坦人面对以色列人时 都得丧尽尊严 回家被挡 南部拉法也不安全 想保住家园土地 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4月14日为止 巴勒斯坦军民 合计33729人死亡 另一块国土约旦河西岸 也有至少464名巴勒斯坦人 死于以色列军队的攻击 以色列军队坚称 加萨北部都是战区 最后不准巴勒斯坦民众们返回 但加萨城里 没有逃走的民众 却更加努力 要恢复战前生活 在街上大排长龙 等着买面包 已军炮火战歇才一周 卡米阿之沃面包店 重新开门卖面包了 不知道仅剩的面粉与能源 还能撑几天 一代代毫不花俏的 基本款小面包成为抢手货 尽管面粉价格飙到 1公斤26.5美元 能再度在自己的家康城市 买到面包 简直恍如格式的美好 加萨南部汉尤尼斯 就没这么幸运 联合国人员证实 没有移动完好可用的建筑 所以以色列声称 日后攻击拉法时 80万难民可以避拘至此 并不可能 光是在加萨走廊 半年来巴勒斯坦民众 累计受伤人数就破了7万6千人 约旦河西安也有4800多名巴勒斯坦人 在这半年被以色列军队所伤 世卫组织人员更证实 从10月中到3月底 世卫组织人道救援任务 一半以上都被以色列阻止或拖延 在巴勒斯坦民众眼中 犹太人以色列军队 喜欢用摧毁展现力量 但他们现在选择回来守住家园 对母亲带着孩子 回到昔日家园所在位置 决定就要在家屋的废墟上 扎营居住 这些冒险返乡的加萨百姓 也向以色列展现决心 就算家园禁毁 也拒绝把国土拱手让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